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成群结队的大雁 占满整个江面的壮美秋景 仿佛映入眼帘 风静沙平的静美画面中 雁来雁去水无痕 只听见幽远而断续的提名的回声 秦之庙发于姓陵 有人认为 平沙洛宴亦在借洪湖之远至 写异事之心胸 古代的很多文人 满腹经伦却怀才不遇 所以他们把古琴 变成了寄托情志的良伴 在离群所居 由于尘世之外的生活中 以秦求道 但平沙洛宴亦境高原 虽然基调是宁静平和的 但是境中有洞 正如身处逆境的隐世 尽受阻方思退 可他们心怀天下的远大志向 却是永不泯灭的 那么 秦曲平沙洛宴的背后 究竟藏着一个怎样 旷达而坚毅的身影 这位秦曲作者 是否仁如其曲 兼具隐异情怀 与远大志向呢 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 用古琴奏一曲 艳落平沙的秋景 品意是旷达明智的心胸 敬请收看 秦栋山河第三集 空明忌忌 秋红颖 今天呢 讲一讲古琴的名曲 平沙落叶 这首曲子呢 也有叫 燕落平沙的 都是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有沙 默默平沙 有燕 这首曲子呢 在古琴曲里面非常有名 这个怎么衡量呢 就是说它的版本几乎是 所有古琴曲里面最多的 古琴曲呢 号称三千余首琴曲 但是呢 这里面会有同一个曲名 比方说平沙落叶 但是呢 版本不一样 这个是因为古代的时候呢 交通不便利 信息不沟通的原因造成的 因为古琴谱呢 是这样 就像我们古板书一样 它是竖行文字 方块字 这个方块字呢 就告诉你了 左手摁哪根弦 哪个位置 右手用哪一个指头 什么指法 把这个音给弹响 但是它没有节奏 就是说长短没有 也没有具体的音高 根据这个 每个弹琴的人 看到对这个谱子 假设是一样的 古谱 但是弹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 这就是不同版本 有这么一种说法 叫半曲平沙走天下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第一 这个曲子的难度 它的结构 在古琴曲里边 已经是被大家都称赞 都认可了 第二 大家都弹 你走到哪儿 都会找到知音朋友 你一弹 哎呀 平沙落叶 我们也弹这个曲子 可以交流 可以欣赏 这个情况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非常多 不只是古琴 我说一下武术 大家知道武术 在清代有一个 很有名的拳师 叫郭云申 他是行义拳大师 他的行义拳 行义嘛 就象征着仿生 象征着大自然中的野兽 比如说熊啊 虎啊 这个豹啊 猿啊 猿猴 他就有五种拳 叫批崩钻炮横 胡云申有个美称 有个佳话 叫半步崩泉 打遍大江南北 崩泉大概是这样 这个 这叫半步啊 左拳 这叫右半步 加在一块是一步 崩泉就是左右 有 半步崩泉 也就是光有一面的这个崩泉 可是呢 他到哪打都打不过的 他都胜利 后来呢 有一个拳师就说 哎呀我不服气 他说这样 我呢 设一个计策 他就把他的 这个上臂这里面 割了一个镰刀 刀热冲上 非常锋利 外面是袖子 穿着武术服嘛 看不出来 结果他看他崩泉打过来以后 他往上一挑 意思 我得把你这个胳膊给你伤了 让你丢手 可是这龟云生呢 他已经到化尽了 我这一拳打出去 我感觉你有点不对 往上挑 马上他就化开 化开以后 紧跟着 又是一拳 还是把他打出去了 这个人就特别服气 就说 哎哟 这个 我彻底服了 拜你为师 你看 我这个 还有这么一个小计策 可是没想到 你这个变化无穷 那就说 这个曲子呢 《评沙落雁》 有了它 你就可以到全国各地 到天下 就可以走了 可以交流了 到现在为止 在任何重要的音乐会上 都有古琴家 来弹奏这首曲子 那这个曲子呢 它版本很多 大概呢 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大概 应该是在明代 因为中国的古琴有个特点 在明代之前的琴谱非常少 也有秦汉时期 春秋时期的 题材的古琴曲 可是呢 我们看到最多的是 明朝以后 产生的古琴谱 一讲到 《评沙乐雁》这个曲子呢 我们经常 所在叫文人曲 那文人曲呢 就有个特点 一个是中正平和 一个是淡薄明智 一个是轻微淡远 中正平和 大家都知道 这个意思 淡薄明智也知道 可是轻微淡远 就会有误解 大家会觉得 轻微淡远 这是不是 很单薄啊 对吧 很微小 这个代表不了 我们中华民族的 博打精神的文化 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 轻微淡远呢 是一种品格 是我们推唱的 一种文人的 一种风扇 这里面呢 《评沙乐雁》 就是这么一首曲子 一会儿呢 我会把《评沙乐雁》的 它的段落 与发展的 大概意思 跟大家讲解一下 正好我这有一张琴 个别的地方 我会用琴声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大家就会更形象地 体会到 这个曲子里 包含的 中正平和 轻微淡远的 君子之风 《评沙乐雁》 宛如琴曲中的诵词 蕴含了不同的 文人趣味和文人情怀 它最早堪于明代 古音正宗 自问世以来 堪载的普及繁多 有多种流派传谱 各种流派所传之曲 虽相同 经过了不同秦人的处理 风格也就有了差别 但各个版本中流露出的 自由洒脱的意境 却几乎是一致的 那么 琴曲《评沙乐雁》 最初是谁创作的呢 它的曲材来自哪里 它的艺术创作源泉 又是什么呢 《评沙乐雁》 它是谁做的 它描写的是哪一个地区的景色 有一种说法 说是叫 肖乡八景 肖乡八景是湖南境内的八个景色 那就说在肖乡境内 有这个景 其中有一个景 就叫平沙乐雁 那这个曲子到底是谁做的呢 这个说法就不一样 有人说唐代的陈子昂 有人说宋代的毛敏仲 田之翁 也有人说是明代的朱全 朱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无意权势 也无意政治 他一直在做艺术 尤其是做古琴 他1425年编了一个古琴 最优秀的一个曲 叫《神奇秘谱》 里面记录了60多首琴曲 都是非常经典的 那到底是谁做的呢 这个说法不一样 历史上有好多都是据说 据传 中国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出现一个名人呢 你就发现他有好多顾理 为什么呢 因为都以这个名人为荣嘛 那我就听过 是在内蒙 听过说朱全呢 肯定是作曲者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说朱全曾经在内蒙当名王 而红雁 沙漠哪里有啊 反正我是去过阿拉善蒙 那块有沙漠 我也去过赵乌达蒙 混沦贝尔蒙 那块有红雁 后来他们就说 这应该是朱全 但是呢 这么多的历史典籍和传说 我们都重视 具体哪个为准 他给我们留下了 美好的猜想 朱全曾经在内蒙 他在这当凝王 我们都知道 无论是绘画 是写小说 是写音乐作品 你必须有采风的素材 那我就想 因为朱全有这段经历 凝王 那个地方有默默平沙 有红雁 南来北往 所以我个人倾向于 应该是朱全是作者 因为他有这段经历 当然了 他不一定是在 内蒙这个地方 当王的时候 他就做这个 但是他的素材 是会留下来的 留在他的脑海里 留在他的心田中 然后他把这段 到了他有空 有闲暇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可以再写 《平沙落雁》呢 传播到现在 基本上有三个版本 比较流行 一个是九一派的版本 那说到九一派 我要说到古琴的派别 它基本是以地域划分的 那九一派 九一在哪呢 九一山在湖南 可是这个派产生于北京 上个世纪初 产生在北京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个派的宗师 叫杨宗记 也管他叫杨石柏 他是湖南人 在九一山 然后到了北京 在北京就教学 交流 最后成立了九一琴社 他知识很渊博 可是他会的琴曲又特别多 古琴艺术又非常的棒 弹起来以后 被称为民国古琴第一人 每个朝代都有高手 但是民国古琴第一人 这是大家共同给他的一个称号 他不仅在北京 还有外地 到各地去交流 所以他的这个版本 我们叫九一派的版本 那九一派的版本 现在留下了两个录音 一个是杨宗记的儿子 叫杨宝源 他有录音 平常洛艳 还有一个就是他最好的弟子 管平湖 也有录音 我们现在听这两个录音 他的风格 速度节奏 味道都差不多 但是相对来说 管平湖可以说九一派第二代的 非常有名 有成就的秦人 影响非常大 我举一个例子 1977年 美国发的太空船 有一张唱片 叫地球之音 上面最长的一首曲子 就是管平湖弹的流水 所以他赫赫大名 那九一派的平常洛艳 的特点是什么呢 节奏方整规范 按照旋律进行 同时很苍古 很高雅 表达了艳群 那种云成万叶的那种志向 和他们艳群 他们之中的那种艳阵中的那种秩序 那种秩序是最整齐的 最严谨的 同时又是最美的 还有一个版本 是广陵派的版本 广陵派 古代指扬州地区 这一个地区都叫广陵 不只是扬州嘛 大家知道 有一首诗 这个说的就是 烟花三月下扬州 提到了这个扬州 烟花三月在中国 它是最美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称为吴帝 它这个 有这个上海 有南京 有苏州 这个地区 广陵派呢 它代表人物 弹琴弹得好的 是刘少春 张子谦 他们的录音现在还都在 他的这个 《评沙论业》的特点呢 是节奏比较自由 意境很高原 颇有文人化的风格 就比方说写意 它不像公笔那么规范 那么严谨 但是呢 它的意境 非常的自由 还有一个版本 出自山东 叫梅安派 梅安派 它起源于诸城派 诸城这个地名 现在还在 在山东境内 它的这个风格是 非常生动 它这里面加了一些 右手的指法 这个轮指啊 一些左右手的 这种小配合 很精巧 很生动 同时 它把艳教 给它丰富化了 在九一派的 《评沙论业》 跟广陵派的 《评沙论业》里面 都有艳教 但是呢 它都是象征性的 有那么几句 我给大家学一句啊 大家听 一共四声 可是在梅安派的 《评沙论业》里面 有好多声 在高音呀 低音呀 此起彼伏 非常生动 所以这个是 它的主要特点 这样呢 这三个版本的 《评沙论业》 现在大家经常谈 到各地呢 都可以听到 所以这就是 《评沙论业》的 大概的传承 这个派系 《评沙论业》 之所以流传盛广 除了曲调流畅 动听之外 还因为它的表现 手法新颖 别致 容易被听众理解 比如乐曲开头 秋天黄昏时分 宽阔而宁静的江面 呼之欲出 音色空灵 节奏舒缓 随着艳群逐渐出现 旋律转而活泼灵动 充满了生机和欢乐 而乐曲快要结束时 大艳越飞越远 旋律也重归和谐田径 文字和语言 能够将艳群 飞来又飞走的故事细节 描述得淋漓尽致 可古琴又会如何 告诉我们这些细节和情感呢 陈良安卓燕这个曲子 我不弹琴 可是我也听说过啊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描写的是 秋高气爽 天高云淡 风静沙平 燕群在天际飞鸣 它是描写 燕 但它不光说的燕 借燕来形容 人的品质 那燕 大家都知道 它们是最有秩序 最忠诚 这么一个群体 一般来说是一对焰 比方说一字形 人字形 在平茶乐焰这个乐曲里 我认为只描写了 不到一天的时间 它是第一天的黄昏 就前一天的黄昏 燕群开始落下来 燕群他非常聪明 他迁徙的时候 他知道 飞到多远 哪个地方会有绿洲 会有水 可以栖息 然后第二天一早 又飞走了 就是头一天的黄昏 第二天的早晨 这么一个时段 就发生了这么一段故事 就产生了这么一首名曲 刚开始这个曲子 描写了 天高云淡 秋高气爽 风静沙平 水很宽 那应该是江了 不是很窄的河流 流得很急 然后有芦苇 芦苇这时候已经成熟了 风吹过来以后 风吹草动 酥酥作响 这么一个景色 它用的是古琴的天声 风吹过来以后 风吹过来 is the story of the moon 风吹过来以后 不说的 风吹过来以后 大自然 没有燕也没有人 燕还没有来呢 只是勾勒了一下 这个自然环境 然后人进来了 人是第一人称 他用的是人声 那什么叫天声呢 天声在古琴称为泛音 泛滥的泛 那为什么说天声呢 天上的声音往往好听 有这么几个形容的词 叫天籁之音 大家听过吧 大家知道 东荒壁画上 很多仙女在作乐 她们叫什么名字呢 叫飞天 大家也知道 这样的一句诗 词曲只应天上游 人间哪得几回文 还是天上 所以古琴的泛音非常纯净 就表达了大自然 天然的景色 然后是人声 人声在古琴是暗音 按住了音 大家听 它有人的情感了 散音是地声 大地的声音 所以古琴 它的泛音 散音 暗音 分别是天地 人三种音色 人一进来以后 就是我 我进来以后 我赞满 哎呀 这么好的景色 大家想一想 那时候 是青山绿水 这样 人在这里面 哎呀 就觉得书发 对吧 写意识之心胸也 然后燕群就来了 刚开始是一对 两对 然后成群 都落到这个瓶沙上 在瓶沙上栖息 在水里捕食栖息 天色渐晚 乐曲一段一段的发展 燕群都上岸 然后有秩序的 一个阵 一个阵 在天上是什么样 在地上还是这样 以群体来划分 大家相处得 非常的平和 乐曲一直在这样 就是描写 燕群在飞过来 落下来 然后七夕 这是第一段 大乐段 第一层含义 然后到了中间 万籁聚集 夜幕降临的时候 他用古琴的低音 最低的音 好 这个地方 他用了轮指 轮指就是三声 以明指开头 明指 中指 十指 大家听一下 然后拨 拨是双弦的指法 拨 三个轴都往里 拉 三个轴都往外 拉完以后 切音 我把这连贯做一下 描写的是 一天的紫时 这个时候 一切都静了 所以这下就描写了 静了 但是第二天 紧接着又开始了 它有个推出 这个音很有弹性 感觉大地都在震动 这是第二天 后一天的黎明开始了 因为音很低 古琴音震动 特别向大地动了一下 这是晨曦的蒙动 开始了第二天 新的生活 天渐渐露出鱼堵白 晨曦来了 这时候能看清东西了 燕群又开始第二天的飞行 它是勇往直前的 永远是向前 向着它们的目标 坚定不移地 斥之以恒地飞过去 但是燕群 鸟嘛 都是这个习惯 它要飞之前 它必须拿脚蹬一下地 它一蹬地 它在震翅就能起来 它要不蹬地就起不来 所以平沙烈焰这个曲子 在这块用形象的勾和托 大家看我 这么三声描写了 它登地的这种登力 登起来以后 一群燕飞走了 两群燕飞走了 然后飞起来以后 翅膀声交替出现 好了 越多的燕群加入了 飞向远方的行列 啪啦啪啦啪啦 这时候它就用波拉 现在我看不到眼了 对吧 在大城市的上空 一字形 人的形都看不到 但是我们想一下 几百年前 在江河湖泊的地方 在燕群栖息 迁徙的时候 会有成群的灭 我们现在电视 电影上还能看到 海鸟啊 成群的飞 非洲的火烈鸟啊 遮天逼日地将远处飞去 我想那些植树的燕群就是这样 所以它非常形象的 用了越来越繁复 越来越激烈的手法 描写了一群 远处飞到远方 在这最后 大家看 还用了一个大六度的音 转换 声高 大家听 描写燕群越飞越远 燕群刚开始还能分出 一对一对的燕 有一字形转着人字形 后来看的全是小黑点了 最后连黑点都看不见了 听到天边有燕群的鸣叫 这就是燕叫 燕群在鸣叫 最后连鸣叫声音都听不见了 用了两个连续的上画音 描写燕群 已经飞出我们的视线 飞到天边 飞到另一个地方 向着他们的目标 在飞勇前行 振翅飞翔 云成万里 燕走了 我也走了 所以他 又用了泛音来结尾 这是古琴曲的一个特点 一般抒琴的乐曲 都是用泛音开头 用泛音结尾 中间 把这个内容都搁到中间 特别像我们写文章 有六个字 凤头 头要漂亮 要醒目 以别致引起人们的注意 诸堵 中间中段 要能融 把你该说的问题全融到里面 包围 包围 大家知道 那个尾巴非常地凌厉 对吧 非常地有劲 很劲道 描写着结尾 一定要发人身形 所以这个琴曲 也是这样 作为音乐作品 这个呢 就是平沙洛艳的 大概的这么一个经过 因为这个曲得得谈八九分钟 所以呢 不能一一展示 可是呢 我们给大家形容一下 让大家比较好的来理解一下 平沙洛艳的轻微淡源 实际上就是一种 中正平和的含蓄内敛之美 这种审美偏好 实际上就是古代文人 士大夫追求的 一种行为的艺术 一种生活的态度 在长期的传播和教化中 它更成为了我们许多中国人 普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气质 那么还有哪些传统艺术门类 也有着和平沙洛艳 类似的中正平和的思想内涵 和含蓄内敛的审美趣味呢 平沙洛艳中的思想 又对我们今天 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平沙洛艳 它描写的是一种艳的秩序 那艳群有什么秩序呢 艳群有一个特点 它是子母随而雌雄让 子孩子小艳要随着母亲 雌雄要互相谦让 这是一个艳群里面的秩序 他们无论遇到风暴 遇到各种天敌 他们都要奋勇向前 不达到目的 他绝不罢休 所以艳阵是最有秩序的 可恰恰越是有秩序的 越是最美的 这是艳的一个品质 中正平和音乐是这样 那其他艺术呢 我们国家的书法艺术 用一个单纯的黑色 几千年几乎就用这种颜色 描写了大清书法世界 尤其是王羲之的蓝亭序 他的书法儒雅温润 谦谦君子之风 中正平和 含蓄内敛 到现在也是大家宠上的书法精品 我们的园林 以小见大 一步幻景 描写了我们中国的文人 他们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跟生活的环境 我们的服饰 大家知道 穿上服装以后 有仪式感 宽大的服装 很庄严 同时上面配了饰品 叫服饰 中国人以玉为美 有一句话叫 君子无故 玉不去身 你看 中国的文化是一抹相承的 那我穿着中国的服饰 我配戴着像中的君子之风的玉石 玉不像宝石 没有那么璀璨 没有那么耀眼 但是它内敛 这也是中正平和 含蓄内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 这是我们仙人始终提倡的 还有一种文化 叫香文化 往往弹琴的时候 最正规的时候 桌子上要搁个香炉 或者琴桌旁边摆一个香炉 有博山炉 也有宣德炉 宣德炉在大智道 非常名贵的一种炉 也有人仿制 有圆形的方形的 还有琴炉 比较小巧 但是有一个特点 这叫香炉 非常精美 它有线香 几根线 一根三根 还有熏香 盖上盖 里边有一个盘香 冒出的烟 还有的是香船 把香粉搁到那里面 这是不同的香的艺术 但是香的艺术 在中国也有几千年了 它的主要特征是 香气非常精美 它出来的这个烟 是无形的 不可琢磨的 一会儿像这个 一会儿就像天上的云 在变幻 同时 它是非常徐缓的上升 冉冉上升 在琴桌上搁一炉香 你就发现 一弹琴的时候 琴桌微微有震动 这个烟 它会鸟鸟上升 形成不同的图案 这个沁人心脾 甚至感觉开窍 使周围的环境 变成了一个香的世界 也就是一个仙境 那我经常说 你看 我们穿上中国的传统服饰 是祖先给留下来的 然后配上 含须那脸 中正平和象征的玉石 然后焚上一炉香 辅一张肃琴 弹一首平沙落雁 这不就是我们理想的生活吗 这就是我们提倡的精神境界 在这里面 在这种环境下 这种艺术行为的实践中 我们的心态会平和 我们的思想情操会高尚起来 我们的心灵会纯净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一下 平沙落雁这首琴曲 它的含蓄内敛 中正平和 我们还要举几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 中华文明基本价值观中的 几个特点 东汉的淳于公 他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 品德高尚的人 他们家里有农田 也有山林 有果树 那个时候闹灾荒 林里就到他这来 来偷摘果实 偷收庄稼 他每回看见的时候 都并不反感他们 也不反对 同时帮助他们一块来采果实 有的时候 看着他们收割农田 他自己就躲在草丛中 怕他们不安 他这种行为 久而久之都被人知道了 大家就开始对他产生了敬重 同时呢 那个地方的这种行为 会越来越少 同时呢 他还有一个 就是当时呢 因为战乱 很多人把德国窃过 就说 干嘛要种地啊 干嘛要干活啊 我们给谁干啊 他就说 第一 我们为自己的生活 为自己的田园 我们来努力劳作 第二 就算我们享受不到 别人享受到了 有什么不好 大家听了他的话以后 马上就开始 又开始勤奋 来施弄自己的家园 使自己的家园更美好 在战乱过后 大家又过少了 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们中国人自古讲究 从人尊礼 东汉的淳于公 就是这样一个 做得非常好的典型人物 我们讲的 中正平和前为代言 不是回避生活中的矛盾 而恰恰是在生活中 诸多矛盾中 找到平和 把握原则 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 讲究的是简约 简约不是单纯的简单 它是把我们现在的社会的 复杂的 许多层面的一些矛盾 三番就简 让我们理出头绪 找出我们中华民族 文化发展的方向 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大道之简 简约不只是在艺术创作上 在我们的生活上 也尽可能做简法 使我们的生活更简约 更纯净 验证 大家知道 有一自行 有人自行 是最有秩序的 这样 越是有秩序的验证 越是有秩序的群体 越是有秩序的国家 它越是美的 这种美是永恒之美 这种美是人类之美 这种美是大美 希望我们通过 《评查论业》这首曲子 找到我们的先人 一直在前仆 后继 知识不倦寻求的一个真理 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的 美好家园 让它越来越美好 成为立足于世界 强国之灵的 最优秀的国家 我们有这个历史担当 跟情怀 跟情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